所以不该得人家的钱 最好不要去占人家便宜 实际上你会替人家贝业的 所以中国人传统上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不该得的财 你得了之后 你就会替人贝业 那么别人拿你的钱 会有什么效果呢 你本来就不应该给他赚的钱 他把你赚去了 实际上他就把你该受的灾难 赚到了他的身上去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赚人家的钱不是这么容易的 要赚的真心钱不能黑心钱 希望大家要懂得 命是你先天的定数 就是你的命 所以算命的人 不会说我给你算命运 就说我给你算命 对不对呀 命是定下来的 但是那运呢 就是你后天自己所造 所以很多人用运来改变你的命 命是不能动 运是能动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 可以使你的命和运 全部的改变 那是什么 不是念经 那就是我们的佛法 学佛的人才能改变他自己的命和运 再教你们一点吧 很多人只知道拜佛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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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磕得像打大蒜一样 有的人一到年初一烧头箱 这里拦一根铁锁 每人手上拿一根箱 因为这么就是位置比较小嘛 烧头箱每人拿根箱这样 等到十二点钟一到 铁链一放 冲进去一撒 好了 这叫烧头箱啊 烧魂箱 所以烧箱是从心里得来的 那么拜佛也是从心里得来的 台长教你们 讲几个道理给你们听听 拜佛的时候 为什么要轻微的点头呢 被拜佛的时候 实际上轻微的点头 就是不向外求 而向自心求啊 所以关心不散 明白了吧 实际上当你低头的时候 就是在俯瞰我本性的佛性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